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直走走不停的 他就太兴奋了 他觉得他又有一个新东西 有些爸爸妈妈会看到 然后也会很因此而感到很兴奋 那父母的兴奋就像好像是拉拉队一样 就是一个间接的肯定 但是成吉何祖我们长大以后 我们看到的都 都只是要功课了 因为今天小孩子回来跟你说 妈妈我好高兴我考了80分 妈妈会怎么说 对这个小五的学生 那其实大部分都说 才80别人考几分 错哪几题 都没有看到他很兴奋这个部分 只有看到80分 所以事实上 父母要看到 或小孩子要被看到他的兴奋 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 其实身体是常常是 很多小孩子可能更适合的 也许身体 也许社交能力 也许什么等等 甚至3C产品上面也是一种能力 那如果父母可以看到 其实对小孩子一辈子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那什么是准备 准备就是一些一大堆没有用的东西 就是怎么样让小孩子对没有用的东西 不要存那么大的公立心 怎么样让小孩子不怕失败 那甚至怎么样让小孩子 对外面的世界保持好奇 我们的学习过程 其实都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学习过程 都开始是比较只用知道来学习 就是说我今天在脑海里面想 我不需要承受丢脸 就等于说他可以躲起来rehearser 不管是躲在脑海里面 或躲在自己房间里面 但是我不要担心的是身体不见了 这个部分 身体一旦不见了的时候 就是不是身体真的不见了 而是说你怎么去处理你的身体 你事实上越来越没有能力处理 他说在这调查里面 你会说运动项目 超过两三项的小孩 其实是跟云门的教室一样的 长大的小孩 事实上是有类似的效果 通常运动两三项的小孩 爸爸妈妈从小在他的教育过程 或他自己争取的 总之他就是有很多 就是在大家面前身体 就真的去尝试 因为运动几乎都是在别人面前 没有躲起来运动 但很少 用行动来学习 不是用脑力来学习 我只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形而后知的这部分的学习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太少 而且这个太少不只是一种偏会 也包括让很多小孩子 没有学习在别人面前操作的经验 这种操作里面当然最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是身体 那偏偏现在的学习里面 就变成说善心产品 也是把身体藏起来 就你如果去中学看 你就可以看到 一个小孩 每个小孩身体都是 手不知道摆哪里 脚不知道摆哪里 就是说反过来 你如果看到一个人 手脚摆在哪里都很自在 你一问大概就是 就是有参加运动 有运萌 就怎么样让小孩的身体 平常是有感觉的 平常是活着的 拥抱本身本身也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其实你看 女孩子比男孩子比较多拥抱 社会比较接受女孩子的 就是不管是表达 不管是从小 因为到了一个年纪 你的小孩大到一个程度 爸爸妈妈 女孩还会去抱 男孩就不抱 那其实这是一个有意思 就是因为你只有透过抱 也就是说你被碰到 你才有感觉 你如果没有被碰到 你没有感觉 你没有被很强烈的碰到 你就没有那种身体很深的感觉 那你对感觉 是经验少的时候 你是不安的 那你常常对身体 就处在一种 轻轻的绷折的那种状况 但是几乎就是一种 有一点点戒备的状态 有点戒备的状态的时候 实际上是没有感觉的 我们都知道感觉是要放上 下来才有感觉的 所以反而是参长拥抱的 身体是比较轻松的 也比身体轻松的 感觉杂志也会比较多 是掌握下还有 是真心的 所以我们可以让你 你别再尽大 我来说 是真心 非常iane 我来说 我来说